那他们又是如何进行语言行为的表达呢 以下是judgment思辨型的关系语言 你可能会听到他说 诶 这样不对啊 这是不合理啊 又或者是你会听到 诶 你的想法跟依据是什么啊 他有数据或者是参考值吗 也因为思辨型特质的人 他十分依赖听觉 也因此他可能会说 诶 我最近有听说什么什么跟什么 而且他非常注重细节 可能会要求你可以再具体的说清楚一点吗 此外 他还注重普世的价值观 他认为你是谁 身为什么样的身份就应该如何如何啊 大家可以回向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那个自我 超我跟本我 他就介在一个超我的阶段 OK 好 那最后一个呢 他也是重视结构与规则的他 会粗糙的想要快速的获得逻辑性啊 也因而说出 这个事情你不是A意思 那就是B意思咯 综合归纳思辨型思维活跃的人啊 他们的语言核心呢 会习惯藉由主观的认知 来进行人事物的判断 因而容易产生评论性的语言 倘若他人的理念跟自己有所相异啊 就会试着 为自己的内心逻辑安全感进行辩护 描述再多啊 还不如请出我的戏精搭档浩浩 来共同演绎以下情境 浩浩呢 他会担任主管的角色 而我来担任员工角色 我们的对话情境呢 是准备开部门会议 要进行百货中年庆活动的企划报告 请各位仔细听看看哦 在这一段对话里面啊 主管的部分透露了哪一些 个人性格特质哦 针对这次中年庆活动 我们呢规划将以年度全球 最关注的奥运啊为主题 来打造奥运风格的主题特卖活动 并且会邀请金牌奥运选手 来当代言人哦 稍等一下 我能知道挑选奥运这主题 是谁的想法 首先台湾有多少人在关注奥运 再来关注奥运的族群里 哪些人会叫常来逛百货公司啊 有相关的统计资料或分析报告吗 如果没有相关的参考数据 你们是如何预估活动的参与人数啊 况且活动在办理后 转换率能达到多少 而办完活动后的获利 以及能带来的边际效应 又有哪些啊 OK 对话到这边结束哦 请问你发现了吗 这位主管是何种类型的性格呢 我们从蓝色字体处啊 可以窥知一二哦 这位主管是属于思辨型的性格 像是他十分重视前因后果 顺序性与条例的事啊 因此他说到 首先再来 以及最后提问 还有最终的结论 并且啊 重视报告内的相关数据与佐证啊 而且提问当下 充斥着评论的意味哦 接下来 我们来探讨 judgment思辨型的语言模式吧 下列这些词汇为 judgment思辨型常用的词汇 如听 对错 举例 逻辑 讨论 分析 合理等等 大家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哦 你周遭身边的人 是否有常用这些词汇的人呢 judgment思辨型的伙伴们哦 他们的行为模式 由于他们善于请听 还有分析 那我们讲请听 善用的感官 其实就是听觉 所以相对的 他们听觉感官会相对较为敏锐 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你会察觉到 他们好像不太看着你 甚至于有些时候眼神会落向别处 不要误会 他们不是没有在听你讲话哦 而是他们专注在听 反而眼神不会专注在你身上哦 那在他们的行为模式当中 他们惯用的思考方式叫做二分法 那所谓的二分法呢 就是我们讲的 yes跟no的判断模式哦 所以他们会习惯以 是非 对 错 应该 必须 等等的方式来进行判断 还有沟通 那我们一样举个实际的案例 来让大家了解哦 像有些人他就会说到 哎呀你这种想法不对啊 身为人家的部署 你就应该要懂得老板的想法 懂得主管的想法是什么啊 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啊 就是judgment 思辨型常见的语言哦 那当你与judgment 思辨型的伙伴们相处跟交谈的时候 你也可能会觉察到他们的言谈当中会隐约含有一些 他们对于规则 道德法规的一些判断哦 所以他们很在意跟重视这些规律性的问题哦 所以同样举个例子来说 你这份简报有分析数值吗 那这些分析数值是参考哪一份的统计资料的 那引用的统计分析时 不是都应该要载明出处的吗 那为什么这些都没有附上来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份资料有没有准确性可言 有没有参考价值呢 这都是思辨型judgment类型的 比较常见的语言模式哦 OK 接下来呢 judgment思辨型的伙伴 他较为优越的状态 也会用所谓的讲求证据或在意细节 还有逻辑因果关系的方式来进行思辨跟交流 所以他们多半来讲的话 像都会谈到就刚刚讲的一些证据之外啊 他们会比较在意一些各项的知为末节的细节上 还有整体的因果逻辑关系 所以像下面的对话你一定不会陌生哦 这份资料第三点描述的内容我完全无法认同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潜力可循啊 也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 到底你是怎么样判断写出来这样的东西的 这是在意因果关系还有细节上 那judgment思辨型较为优越的伙伴们 由于本身也较为重视规矩 因此他们会认为自身很自律 而且都依循章节 规章制度办法规范等等来行事 所以沟通方面来讲的话 会不自主的会以习惯的自身的认知 还有规范来讲道理 如果对方不认同的时候 他便会想要进一步的说服对方 或甚至于评断的方式来进行表达 那相信在生活当中 你一定也听到不少相关的例子 那我们一样举个例子来体验一下 我告诉你 这样的观念如果你不改 以后你真的会吃大亏 你想想看 要不是我跟你很熟 也很关心你 有谁愿意跟你讲这些实话 所以你真的要把我的话放进心坎里 OK这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思辨型的人 会讲的口语模式 那再来呢 judgment思辨型较为优越的伙伴们 会认为自身都是依选普世价值 法律规范来行事 所以当遇到问题 遇到想法跟自身认知抵触的时候 容易非常用直觉的方式来进行否定 还有怀疑的方式来进行回应 他们绝对会第一时间就直接说 没有吧 不是吧 所以接下来的对话 我们也可以来体察看看 你一定也不陌生 我不觉得 那些事你认为的 不代表所有人都这么想 不相信我们要不要找个人来问问看 别人的想法搞不过跟我是一样的 只有你这么想 所以这是judgment思辨型的 在跟自身认知抵触时候的 自然直觉反应 那再来 第六点 因本身自律甚深 却容易在无意识当中 过度在意外在的评论 放大对自身的评价 尤其是针对自身的行为表现 会特别在意 而不是对自己的性格特质特别在意 所以这边我们可能要厘清一下 所以我们一样用个例子来举例 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体感一些 刚刚你在众人面前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仔细思考过 旁边的人会不会觉得你讲这种话就是在暗指我 你有没有顾虑到我的感觉与感受呢 这就是judgment思辨型的人容易在语言里面过度敏感的状态 而形成的语言模式 那延续上面所说的 我们就能理解到了 judgment思辨型的较为优越的伙伴 他们的思维模式跟特质之后 这同步的也影响到他后面在面对沟通跟冲突时候的应对方法 当judgment思辨型较为优越的伙伴遇到跟自身价值观有所冲突的时候 他们较容易用辩论的方式进行攻防战 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弹性跟接受度高的方式去应对跟与自身价值观认知 有所差异的伙伴 他们在得理的过程当中也会比较容易有些得理不饶人的状况 举个例子 他常会有一个反应到 你讲话前有思考过吗 你讲这些话根本不符合逻辑啊 开口之前麻烦你再想想看好吗 不要想都没想就动口张嘴讲话 这有些时候其实挺伤人的哦 所以要提醒judgment思辨型较为优越的伙伴们 需要多加留意 较容易陷入是非对错合理跟不合理的认知与主观价值的判断中 与相处沟通时会无意识的想说服对方 照着自己的认知进行 再次提醒 所有的沟通只要想要说服对方的意图 沟通就宣告结束了 因为接下来的沟通只会进入平行状态 没有交集 OK 那我们聊到现在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judgment思辨型的深层内在 深层内在重视原则规范是非与对错 主要是源于他们内心缺乏安全感 深层却无意识的恐惧失败啊挫折啊 或者被否定的这种感觉与感受 更害怕被别人讨厌或者觉得自己自身没有任何的价值 所以重视结构性与规则性 藉由可依循的规范可避免出错或失败时被别人评论评价 来降低自己觉得不够好的痛苦感 那我们跟思辨型特质明显的人啊如何沟通会更加顺畅呢 这边呢有以下几点建议哦 第一因为啊他们相当依赖听觉 所以对于语调的舒适感跟清新度啊十分看重 并且呢重视逻辑 所以请用叙述的方式来陈述 而且呢他的内容啊需具有完整性的结构跟逻辑性哦 虽然重视前一后果仍需要重点摘要 不可以过度冗长哦 第五我们可以去试着引经据点 多提出参考例证或者是实际数据资料 也因为啊他们不喜欢脑中的架构受到威胁 对话的时候呢可以顺着他的价值观 架构去理解 避免直接否定或冲撞他的想法 那既然不抽撞 就可以采取多元选项的方式啊来进行沟通哦 最终呢要记得啊去询问对方的意见啊 并且引导或转换思维框架 总结来说与他们沟通时呢 可以记得以下简单的金字塔结构 先说明起因与缘由 背景故事清楚过后呢 再说明具体事实啊 并架构出完整细节 最终才简洁恶药的条例结论 而且最好能够前呼后应 跟起因的关联性 来强化对方的认同跟动机哦